台湾现在是多县市多个点 有不明的感染源 本土疫情在各县市爆发 29号基隆新北各增实力 光中和群聚就7人 另外桃园新竹的大潭电厂 台东家庭群聚及台北接加3确诊 高雄化工厂增两例阴转阳 彰化也多以对夫妻染疫 除了群聚案得续追源头 各县市的零星案例已让防疫雪上加霜 看到这边有很多的小格子 事实上这是让我们比较担心的 都是一些独立的个案 看看部长手版上这些 玫瑰类的零星个案图 持续新增的有8例 当中6个个案感染源不明 累计已有17名不明传播链 8条数3人以上群聚 2条家庭群聚 有7条是单一个案 本土疫情在起 位在台营的管前分行 也传出有一位孕妇确诊 而与她密切接触的15位 目前他们都是居家隔离 而剩下的40多位员工 也全部都PCR采检赤阴醒 确诊孕妇CT值22.1 各县市零星案例 还有基隆安乐区男子 CT值最低仅15.6 和家住淡水的中原大学教授 另外多次搭乘北捷局绿县的 永和退休家馆 松山区外拥与雇主 还有野城北上 与中和公寓群聚足迹 重叠的彰化夫妻 竖起不同场域 感染源都带厘清 指挥中心也决定 在强化社区监测 提供公费快筛 540家的基层的定点诊所 或卫生所 可以提供这个家用快筛 民众自觉有风险 或有呼吸道症状 就当求心安赶快来筛 TVBS新闻 黄俊慧张美荣 宣同一席小组台北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